既然说到这儿 下面我们就必须得给爱喝酒的朋友提个醒了 凡事儿咱得悠着点 别跟下面这个大爷似的 因为喝的实在太多了 居然在大马路上爬了起来 晚上十点半 一名年纪大约七十多岁的老人 倒在位于红西大街和新石中路的路边 老人爬一会儿停一会儿 颤颤巍巍情况十分不妙 这一幕也吓坏了一旁的路人 路边有个人在地上爬着 以为人这个人是说这有什么事儿呢 说赶紧报警了 老人在地上爬 经过的路人是想服却又不敢服 民警赶到现场后才拦住了醉汉的去路 此时老人身上已经是酒气熏天 显然是喝多了的节奏啊 有事儿吧 来了保安 手机要保安一个了 只见这位老人身穿保安制服 已经烂醉如泥 你把你电话拿来一下来 你给我交给你吧 这位老师傅已经醉得连话都讲不清楚了 随后民警询问了老人家属的电话 看看能否联系上家人 手机呢 你手机呢 我们不接啊 你开点电话 13830 13830 120来 你上120车到军队医院开门 我不止了 我不止了 十分钟之后 120救护车和老人的儿子陆续赶到了现场 见到父亲喝的不省人事 儿子既心酸又生气 由于长时间在地上爬行 老人的双脚和双手都已经僵直了 没想到他还不老实 抬上救护车时 还借着酒劲打人呢 最终老人被民警送去医院 打了醒酒针后 被儿子接回了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